艾丽丝老师 我们就来分析 十二星座的人 今年的年关时候 他们会感受到了 是什么样的压力 好 我们今天从太阳 跟上升来参考 请来宾好 观众朋友看看 你大概会面临哪些年关压力 其实这些压力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就常常遇到 可是在年关的这个时节 反而会放大这个状况 会让有点招架不住 首先第一组 我们分组来讨论一下 会比较容易遇到 前关压力的是 太阳升生在牡羊 天蝎 还有双羽的这一个组别 那牡羊是属于呢 我想要拓展格局 可是频频受阻 或者说资金明明呢 已经有金主投入了 突然它又收回 会让你的拓展格局 在事业上发展 有一些前关的问题 那再来天蝎的部分 是属于说呢 同事下属之间的团积压力 譬如说年节的活动非常多 过年前的这种活动企划 跑不完 跑不停 所以要跟那个团队一起并肩作战 所以会有一定要力拼团积的这种压力 可是呢下属又常常出状况 又容易遇到租队友的状况 所以会让天蝎感觉到呢 十分的有压力 现在双羽的压力是什么呢 年关到了 有没有平均孝亲红包要 9388元 什么意思 9388元 有一些新闻写说 今年平均的孝亲红包 你一定至少要包9388元 这是谁写的新闻 其实6千块也蛮多的 其实9千就已经快1万 不是一般的小资组 对于一般的上班族来说 对啊 像这种 但这种双羽其实很孝顺 他当然也会很希望 但是双羽在去年下半更新的 因为这天王心的震荡 让他其实在前看上面 他可以只看938这样可以吗 938 就三八 这三八你会却吗 所以会有压力 然后呢因为双羽又朗朗后 会希望说在年节赠礼的时候 长官要顾到 长辈顾到 对不对 另一半的这些的亲友 我都能够照顾到 所以不免在开销上 真的让他被感这种 金钱上的压力 好那赶快来看看第二组 工作上的压力在这时候 特别放大的就是我们 巨蟹双子 还有这个天秤 那巨蟹特别要小心 像我们亦凡巨蟹 金神姐巨蟹 都要特别留意就是说呢 因为工作量太多 你可能要拼这些 你的工作拼这个活动 那因为太过劳了 反而睡眠不足 睡眠不足最害怕 不只是肤矿不好 免疫系统又差 免疫系统一旦下滑 就什么都不对 真的 所以要一边工作一边生病 然后一边拖着这个 很沉重的身体 所以说我们这个巨蟹 工作压力然后身体 顾好是反而你要留意的地方 再来双子的部分是属于 社交压力的人情难缺 比如说这个厂商 就是主管的好朋友 逼得你不得不去面对 可能你觉得说这个合作 真的不是那么好做 可是你又不得不接受 有一些人情上的压力 或是说你其实呢 在这一年年关之前 你就已经事情都忙不完了 还有那个主管 因为他很喜欢路跑 所以约了你 那新官上任 很想跟大家那种 就是有那种一团和气 挂甘情 你又不得不去 还要早上五点钟起床 跟主管在那边路跑 人情压力 再来天平遇到什么状况 是合作关系的这种工作压力 可能说已经明明说好 只漏到小腿 怎么到现场说要漏到大腿 或者是说演戏 明明就说这样演 或者说只唱一首歌 现在又要拗你一首歌 还要加跳舞 就是说呢 会在合作的方面的内容 难达共识 有这样子工作上的压力 好 再来感情的部分呢 有压力的是我们射手 摩羯以及水瓶了 那这射手座 因为这天皇心 就震荡在你的这个感情 因为年后 在年前就有这个状况 容易遇到什么烂桃花 或是你就突然出现了闪电桃花 闪电恋情 就哇 太深爱 太可爱 太是我的真命天菜 哇 结果相处之后发现 我怎么既然是小三 或者是他既然会为了 爸妈没有加辣椒 他就大暴走烂桃花 就会容易遇到感情压力 再来摩羯遇到什么问题 他比较容易遇到家业之间 就是家庭里面 有很多的情绪的氛围 关系相处不容 譬如说可能呢 家里还在装修为了要过年好看 小姑们都要来这边 回娘家办party这样子 那突然呢 神明周又桌子的桌角怎么样了 这个灯又坏了 哪里故障了 家里一堆这样疯疯活活的事情 让我们这摩羯情绪多多 所以跟伴侣之间相处也不是很开心 再来呢 水瓶遇到的是什么 遇到就是沟通问题 可能是到底要去你家过年 还是来我家过年 或者是我们的水瓶回家乡了 以后回老家了 阿嬷就问其说 你到底什么时候要结婚 你长孙又长子 现在都要买 又生孩子 到底什么要生 你已经生三个了 长派问你说 什么时候再生下一个 就容易有这样子情感上的一些压力 最后一组是小人 其实小人的意思就是说 比较容易被拦截 被拦截什么呢 这一组有金牛 狮子 还有我们的处女座 好 那我们金牛属于是小人四出 就当作是萧萧业障 因为在过年前 其实我们电王星 已经要正式的进入我们的这个金牛座 所以在金牛座 在这一两年都很想要突破 想要成为自己 想要破茧而出 就是历人的状况 所以这一两年的震荡 都是会让你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如意 但是其实呢 在我们的这个年关之后 就会越来越好 所以在年关之前 你都会发生说 要什么没什么的状况 要资源没有资源 我开了店了 生意这么好 大家都还排队 没有员工 哇 什么 真的 就是突然没有这种状况 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头痛 或者是说 我收入了 说好15号进来 没有进来 就是会突然被劫彩的感觉 好 那另外一个被劫的是谁 被劫的就是 被劫的这个安全的这个狮子 因为事实座呢 是震荡在他的酒宫 就是迁移就是海外 你出门的时候就容易遇到什么 因为可能海外的行程很多 或是你可能要敢去哪里开会 或下南部 工作这个嘛 不停蹄的 所以你容易呢 会有这种 因为要赶时间 赶交通的压力 而有车关 车关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特别的提醒市座 朋友真的要特别的留意 不要在精神状况不好 或睡眠不足的时候 还硬要驾车去开车 这样子 其实很容易发生危险 最后一个提醒是处女座 那处女座震荡在他的这个 巴工 巴工我们知道是什么 就是他很容易身心焦虑身心俱疲 然后呢什么救急 什么老毛病都来 以前明明都不会发作 我的脚伤早就好了 这个时候就会发作 或者是我的骨刺 我早就已经整齐好了 已经很久没有腰痛的感觉 再也不用去做复健 怎么年关这个时候 全部都发作起来 所以处女座在这个部分 朋友要特别的小心 那以上我们也提供给12星座做参考咯 好